我又想了解一下,因為我曾經知道你都由我們和何君堯議員和華記 有一個組織一起報名參選,還玩不玩? 未來2021年,我保守估計我未必玩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太適合我,我都是喜歡自由自在,無拘無足 你本身做甚麼?我本身做廠和管理,有些平台管理,YouTube管理,Facebook管理 我這次都可以幫你繞生意幫你做,謝謝 這些鏡頭後,我們再說怎樣 但為何不玩?現在機會多了 我覺得香港的現在少了反對派 而且我們外憂內患來說,內患以前我走出來,就是因為內患太嚴重 好像沒有人在網絡上說話可以代表我 所以那一刻我就走出來,因為2019年8月我有少少矛盾 究竟我一直相信的東西是否正確,我好像經常被人罵 因為當我說話,繼而令我很有熱誠和使命感走出來 我要每天都說,我要和你們辯駁 但到現在2020年7月1日開始,我們有了國安法 各方面香港的亂局好像平靜下來 我們又有這麼多正義之師,我們都可以休息一下 或者這樣說,其實服務市民不是有交鬧才做的 如果你有心,尤其是年輕,又有口舌便級,又出慣鏡 又有一個好的網絡上的經驗的話,其實多出來論證 不過就不用每天都要去到,或者要吵架 實話更加我個人來說,當然有些時候有需要 但我自己就不是很想的 說到吵架,我又想順手問問 我見你和何君堯有條片,不是很開心 可否解釋一下,因為大家也見過 你所見過的事,你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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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的 我可以聽聽一下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 我就不想批評何君堯 始終我們認識很多年,我們是同學生 我們讀港大時都是同學生 不過當然大家做行家,他有他走的路線,我也有走的路線 但從政來講,第一,我當然是給他資深 第二,在水態上,我一向都比較喜歡一些所謂協商的政治 有談有講,不同政見不重要大家可以商量互相妥協 更加我不是很喜歡一些小學雞式的漫馬 或者大家比較凶惡的個人攻擊 這些是個人的風格不同 那一次大家記得是剛剛我們那個立法會 是輪陷之後的日子來的 是2019年的事來的 2019年7月份立法會是攻陷了 那天就被人攻陷了 是,然後破壞了 那天我們那天早上回去檢視一下損失和破壞 那天早上約好,建制派的同事在一起打咪 那次真的要講大志大飛了 但是反對派同事他們很聰明 他們知道我們8時說,他們7時9時就爆了咪 說來說來也不停,說了很久 於是何君賢我印象中記得,他們很生氣,很猛狀 說了很猛狀的說話,罵那些反對派 我當時的心態就說,既然我們都受了這麼大的傷害 我們現在應該是一個比較沉默的受害人的心態出現 希望可以登出多些市民的支持和同情 並不是在那裡鬥吵架,大家會失分 於是我就以心為心勸勸,算了,不要在鏡頭前 因為那些反對派在那些記者在鏡頭前說話 何君賢就去挑釁他們,罵他們,手記不應該說話 我就說不要了,他的反應就很大 可能他已經穿著了,或者他也很厲害 他有時不知是新穿還是假穿的 一按按鈕就可以做show 當然他可能有一半穿著,一半做show 總之大家看到那條片 是,就是這個情況 其實本身你們整班建制,一齊耳麥都8點鐘 但怎料泛民收到風就7點鐘 我忘了,總之就是我們三個月左右 就霸了個位,所以何君堯就很生氣 而你勸他在鏡頭前就不要太激了 沒有失分 OK,其實言下之意,你們倆都是比較極端不同的人 他走一些極端路線,喜歡爆、喜歡熱火 你可能是政治協商一點 其實,或者這樣說,我激的時候他就很保守 我記得我… 什麼議題你激的呢 我在法律界,我做那個… 之前我做大律師出身,大家知道 我到了97年的時候,我就自己開檔 做個自己的律師行,轉做不做大律師做律師 理念就希望可以將法律服務普及化 平民化,透明化,賣廣告之類的 大家看到我當時做的事情 而當時何君堯呢 剛剛相反,他就在律師會裏面做律師會的… 會長 會長 會長,慢慢人步一步,爬去做會長 做了一年會長 他是屬於既得利益保守派的 就是打壓我們這些改革派的 OK 有份商量怎樣去對付我 或者怎樣去脫我牌 或者停我牌 即是有些恩怨 其實早就這樣說 恩怨,純粹條線不同 你坐什麼位置,你自不言就做些什麼 所以我在做抗爭,做改革的時候 何君堯就是做當權派對付我們 不要緊,這些角色包換 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應該是1997開檔 大約是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 所以我們角色交換了 不過我當時40歲 我已經擊過了 玩過一些抗爭的 當然也要抗爭者 要付出代價 我停了12個月 當然你說公不公道 我當然覺得不公道 市民覺得公道 市民都覺得不公道 因為我做了什麼 幫忙補及化 你希望法律補及化 現在每個人都賣廣告 賣package 不過我行先是一個 他們看不順眼 於是就打我 你回想那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執業律師 好像你都這樣出的 老實說 沒有 真的沒有什麼 所以有時候 你玩先行者是這樣的 而且你要對一些 既得利益者 侵犯去利益的時候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我也學精了 我知道抗爭要代價 如果你願意付代價 你去做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甚至去流亡 所謂流亡的 就不要做了 因為做完之後 不肯付款 就沒有將來 你又怎樣看 現在的流亡潮 和香港人普遍喜歡移民 因為國安法之後 所以移民 有什麼看法 或者有什麼奉勸他們 我剛剛 早兩天有機會看回 曾俊華先生 他做一個港台節目 叫大學堂 他說當年他移民到美國 差不多二十年 或者辛苦 人家問他會不會移民 他說一定不會 移民後 都知道新宣法 我同樣心同感受 因為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我在澳洲讀了 住了七年幾百年 我也是澳洲的 你在澳洲哪裡 太平 天梨拜定 鄭茵茵 我是Sydney 你也知道 不用問我 你也知道 你移民是什麼事 始終不是自己的地方 你就算多厲害 也好 都是有個私人 這個沒得說 何況那個年代 你比我年輕得多 比早很多 比你去澳洲 那個年代仍是 有 歧視問題更加嚴重 取消了之後 沒有多久 現在已經有個工黨 政府 相對來說 都比較公平一點 但還是有很多歧視的東西 我自己可能比較觀察敏銳一點 不是太和人爭 所以沒有太差的親身感覺 但身邊的同學 身邊的華人朋友 多多少少都有這些被人欺負 被人罵 被人打 我算是挺幸運 最多簡中罵你一兩句 那些就算了 但明白到中國人說的 物離香貴 人離香賤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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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在自己的家是賤的 你怎樣都好 都沒有用的 當然我明白到有些朋友 他們覺得現在香港社會 是用不了他們下去 或者他們的價值觀很不同 就立刻走開看看 不過我奉勸大家不要那麼死 不要說得那麼死 或者做得那麼盡 因為有招入 可能會真的覺得錯誤了決定的時候 都給自己機會回頭 因為這是重要的 人的選擇是 其實如果覺得那時候不開心 就走開下沒關係 不過有機會留給自己 將來的2025年 2030年之後的東方和西方 角色隨時會調換 甚至是一個不小心 現在去美國也好 我們在說現在美國怎樣怎樣好 隨時一個不小心 美國會大亂 到時候 新約和加勒法尼亞獨立 打賺死 因為他們的種族鬥爭很厲害 很嚴重 這樣說 選舉舞弊 我就不會說完全沒有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亦都不可以說 好像有些人這樣說 說那麼多 因為好像成員美國一樣 現在特朗普都說 說到出口 那他更加誇張 但我相信個別的事件會不會有呢 不可以排除 特別當我們的制度局長這麼落後的時候 特別還要選擇出來選擇名字 那些永遠都不應該發生的時候 竟然發生在香港 這件事我們要急起席追的 第二 我們即而寫過 我們還是沒有 譬如說 預先投票 郵寄投票 電子投票 或者是離港投票 這些很多其他國家已經研究了很久 做了很久的事 我們還是沒有的 還是很原始地要排隊投票 人手點名 人手點名 然後我們長者又要他們日曬雨林 完全都是很落後不公道的事 我覺得這些項目都要改革 我覺得那次是一個好好的教訓經驗 但我們香港的政府是很抵鬧的 在這方面 我們的政制事務局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選舉前就說我們有些甚麼要做 不過現在趕不及時間做 於是就說下一屆 到選完之後又說要檢討 接著就說我們檢討過 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要改 到遲些才算 就是永遠都不用做 拖拖一下就不做了 永遠都沒有做的 所以我們的選舉條例是很慢很落後的 其實2019年選舉是11月24日還是25日 我們11月11日已經有火燒李山 12月13日有羅伯不小心被枉死 都依然進行選舉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選舉舞弊 暫於我立場 對不對 你都不管社會如何 周圍放火你都叫人去投票 因為選舉不只是投票那一天 特別之前那段時間 不久了 已經很重要 已經很重要 如果要做Campaigning做很多事 根本你都不可以有安全環境之下 怎樣對一些比較特別建制派的代表 因為他們很多時是地區上 比較多一些長者的支持 基層的支持 那些是比較要面對面接觸的 在街上看到你的樣子 派東西給他那些 不同得 或者譬如說非建制的同事們 他們是互聯網時代 他們年輕一點 或是角水平高一點 這是事實 所以他們是沒有那麼需要面對面的接觸 所以這件事要平衡來做一個比較公道的做法 你剛剛說非建制派的支持者 一般都是年輕人 你怎樣去看或者怎樣可以改變這個結構 怎樣可以令到年輕人都沒有那麼亡 年輕人反叛有理想有熱誠有激情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你都年輕過 我年四十歲當時都這麼激情 你都抗爭過 甚至他們說我不穿衣服 其實我不是不穿衣服 是在泳褲裏 只是扮得好像穿著不穿衣服 超人 明白的 問題是我們的政府其實在回歸之後一直都很怠慢 我們的教育方面完全沒有做任何工作 例如公民教育也沒有說外國 公民教育也沒有做得足 我們歷史科不應該取消 我們給他們選擇的選擇 大家都不讀 我們很多應該注重的教育 青年工作全部都做得不好 所以如果與其說他們有什麼不對 我覺得政府和我們上一代都要負很大的責任 我們沒有好地去疏導我們年輕朋友 特別現在說貧富懸殊 居住環境不好 上不到上樓 沒有一個社會上的流動 這些全部當然不是香港 全世界都有 但香港特別嚴重 再加上我們背後很多中美角力的問題 令到我們很多年輕朋友 有些我認為是一些沒有好地去 沒有深入去認識 沒有機會認識 沒有人疏導情況之下 有些是誤導了 這裏是有時間搞的 但都不可以不搞 因為你始終不搞 你往後更加差 我覺得始終是時候要不厭其煩 要繼續說 要多點內心 要多點幫他們說 其實和他們見不到希望買樓 是否一個很大的原因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更加深層私 是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 很多人不需要再捱 或者他們有生之年都沒見過捱 而很多他們的要求高了 他們的眼界高了 但很多時候他們到現實來說 又滿足不到他們的感覺 而事實上 因為始終香港 香港由一個比較文化水平高的城市 是要接受 或者要被一個相對來說 沒有香港那麼先進的一個體系的管治 或者價值觀 慢慢侵蝕香港 這個過程是有些矛盾的 這個就是中國矛盾 這個就是中國矛盾 所以需要多點去溝通 多點去接觸 多點去麻煩 等青年明白到 好像我們當年 覺得 明知內地沒有香港那麼好 不過我們希望 我們既然做得中國人的話 都希望不僅是香港好 全部華人社會都好 我們才會成果 因為我們真的在外國住過 好知道 如果中國不好的話 或者你是香港 台灣 新加坡 甚至你只是黃皮膚 你都被人覺得你是落後的體系 所以如果中國 為何我們當時那麼 或者那麼喜歡李小龍 因為一個人出來 馬上搞到大家都覺得 原來中國有這麼好的東西 其實很少東西 但這種感覺 如果你在外面住過 你被鞋下過 你受過氣 你會感覺強一點 絕對應對 當你民族不強的時候 你說什麼外交 就像我們一百二十年前 庚子賠款 你多好 說什麼道理都好 沒用 欺負你就欺負你 清晰 到了最後 我相信大家都對Paul的感情生活 有一點興趣 其實你貴為立法會議員 八姐姐可能最近都 他多養家 會不會有女生 有沒有女生 這個問題很尖銳 總有些狂風浪蝶 你看看我貓的樣子 但你有地位 那些多餘 議員跟以前差得遠 那更不是一個問題 反而說沒有就騙你的 不過很多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一個道理 控制 不是我經常這樣 你有沒有行山人 有 你知道我們有個說話 叫上山人 上山人 我覺得 吃了你就知道糟糕了 我覺得 哈哈哈哈 好麻煩的 好清晰 好清晰 總之就忍住 吃了你就知道糟糕了 不用忍住 有時候大家好事做 疏到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做朋友沒問題的 沒錯 今天很多謝謝偉俊律師議員 和我們在這裡聊天 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 Thank you 有什麼記得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們 還有 不要忘記 都要支持一下我們這些 這麼有型 這麼詳情的建制派 男神 可以叫做 大家一起要Subscribe 他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Channel 多謝 Thank you Bye Bye